大家好,我是苗阿乌 今天带大家看一看最新的韩国恐怖电影 昆池炎 昆池炎精神病院号称是韩国最恐怖的鬼物 被称为全球七大恐怖圣地之一 这是1961年开的精神病院 1979年,因患者集体自杀和院长失踪而被关停荒废 但也有说,患者其实都是被院长杀害的 而院长最终选择了上吊自杀 最邪乎的是,传说四楼有个从未被打开过的402房间 谁试图撬门就会遭遇死亡诅咒 而这个世界,总有些人脑子有炮 比如,这两个高中神,拿着榔头就要来拍自己砸门的视频 然后,他们的人生就没有然后了 两人彻底失踪,只剩下段视频在网上疯传 而一档名叫恐怖时代的网络节目 看见这热点的第一反应是,我要蹭热度 于是决定组个团,直播夜谭坤吃烟的过程 除了节目本身的工作人员,队长,主持人和摄影师外 他们还找来了四个体验嘉宾 其中三个女孩,按照头发长短 分别叫大妹,二妹和小妹吧 最后还有个帽子男,总共七人 一同前往昆池炎录制真人秀直播 他们先在附近搭建了一个帐篷作为根据地 由队长驻守在这个大本营负责做场控 而其他人则在12点一起进入鬼屋 只见地上满是垃圾,墙上全是涂鸦 当他们在二楼拍摄时 后面院长室的门砰的一下关上了 正常人应该拔腿就跑吧 不过,这群人显然不太正常 冲过去一阵拍 但里面出了一些旧照片,什么都没有 于是,他们在这不知降临道具 开始进行召唤仪式 由二妹开始在蜡烛前上香 并燃烧召唤符咒 这效果也是相当明显 蜡烛无故被吹灭 随后,铃铛开始疯狂作响 大家吓得逃出了院长室 喝了几口空气压压惊后 主持人对这镜头向观众承诺 自己选的路,跪着也要走完 会继续带大家探险鬼屋 这些人都是闲出祥了 不存在的,都是为了钱呢 现在的时事观看人数 已经达到了十万 意味着他们能赚五千万韩元 队长雄心致志 目标是震探五个亿 为了博取眼球收割流量 降临闹鬼那一叉 全是节目组暗中设局 只有四个体验嘉宾被当猴耍 门在鼓里 可在鬼屋高贵 这简直就是在玩火啊 信不信 会能顺着网线爬过来 让你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玩火 还真当韩国第一鬼屋之名 是愣得许眠 但这队长也是心大 大本音断电恢复后 电脑都不用重启 还挺溜在直播画面 难道还不能让你变过味儿了 这智商,喂鬼正好 另一边 主持人和摄影师继续搞事情 让大家误以为 娃娃能趁人不注意自己移动位置 主持人还装了一脸天真无邪的样子 把娃娃拿起来研究一番 不知情的大妹 看着他们无底线的触犯经济 简直要崩溃了 当场霸露 队长远程劝说大妹为大局着想 中途放弃等于整段垮掉啊 所有人的努力都将复制动流 总算哄住了大妹 队长安排小妹和帽子男 先去四楼的402门前 安装照明设备 为最后的强开402做准备 并让其他死人 继续进入一间集体实验室拍摄 但是主持人依然毫不收敛 继续演戏 装作手臂被什么东西扯进了柜子 想把大妹和二妹 吓得惊慌失措来增加节目效果 这么坑闷拐骗不要脸的 可能连鬼都看不下去了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于是二妹的手臂真的被鬼扯进了柜子 等她把手臂拉出来 只见三条长长的血抓痕啊 还没镇定下来 柜子门就自动打开了 里面空无一物 随后大妹的围巾竟然自己飘了起来 四人吓得赶紧跑到了走廊上 大妹发现 之前自己在墙上涂鸦的签名下方 原本写着活着两字 现在竟然变成了自杀 这个鬼要么不出手 一出手绝对霸气侧漏的 让你分分钟怀疑人神 大妹和二妹已经彻底怂了 坚持要跑路 但见劝不动其他两人 只能自己先撤了 主持人和摄影师也很蒙圈 刚才一系列令人窒息的操作 已经超出了他们的整骨范围 但是作为最先设局者 他们还没从角色转变中反应过来 两人让队长回放大妹的事 影缺人涂鸦变化是真是假 而队长看到回放 也杀他了 但是 看着屏幕上直播在线人数 已经30多万 他实在不舍得就此打住 于是 骗他们说 两个女孩记错了 为了安抚这两个同事 他拼命胡周 来合理化刚才的一系列灵异现象 并且同意给他们提高分层比例 在金钱的巨大诱惑下 两人打算继续作死 这境界比起那两个高中生 可以说是质的飞跃了 两人来到浴室间继续拍摄 既然你们这么不怕死 那鬼影也就开始放大招了 先推个轮椅出来当开尾菜 然后让浴室间所有杂物开始乱飞 先杂约了主持人 摄影师则被不明力量拖出浴室外 随后他起来想跑回同班身边 却被巨大的关门冲击力给撞晕在地 而在屏幕前看着这一切的队长 仍然不知悔改 另一边 大妹和二妹发现 自己怎么也走不到大本营 当第二次看到来时做的路标 才知道自己遭遇了鬼打墙 同时 二妹已经不对劲 站在一边动也不动 大妹走过去才发现 她已经死后被附身 用纯黑的大眼睛似瞪着她 嘴里还念念有词 她吓得撒腿就跑 看到不远处的大本营一头扎了进去 却发现到处都是水泥墙 用手电随处一照 就看到对墙而战的二妹 换个角度再一照 就直接找到个鬼 吓死了吓死了 背后是一扇锁死的门 怎么拧都拧不开 而此时 最后知后觉的是402门前的小妹和帽子男了 帽子男用电锯 此命锯着402的铁门 摄影师听到声音醒来 过来叫他们赶紧逃命 队长看着蹭蹭蹭往上涨的流量 根本不想收手 决定亲自上阵 还真是个要前不要命的主啊 而402门前的三人 忽然看到门把手被人从里面拧动 都吓傻了 还在疑惑谁在里头 就立马听到 大妹在里面砸门求救的声音 他们顾不上其他 也开始砸门救大妹 可门纹丝不动 只听到大妹被什么东西拖走的绝望叫声 之后 走廊里灯光忽然一闪一闪的 随后402的门忽然自己开了 三人都被吸了进去 他们进入了一个奇怪的空间 地板和天花板上都是水池 四面全是墙壁 没有门 用摄像机夜视模式可以看到 一个女鬼站在角落 最后 三人相继被杀 队长还要上杆子跑来送人头 他也闯进了402 只见 一个吊死鬼飘到他身边 把他也给吊死了 最后 之前被抠运的主持人醒来 发现自己被绑在轮椅上 轮椅自己动了起来 在两遍鬼影的注视底下 也被送进了402 鬼屋完美满足了这个团队 全款拿下402的愿望 其实 直播早就黑屏 后面压根没播出去 只徒留键盘侠 在网上嘲笑节目造假停播 好了 就这样 我是一只长眼吃狗粮的猫 喵